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程智慧商务导论 章节电子商务工具与运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工业管理系杨昌老师 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其实就提到了 我们知道智慧商务可透过多元的管道 整合线下与线上达到企业经营的目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台湾越来越多人使用 具有智慧型手机及平板电脑 所以各式各样的行动商务 包括了移动定位服务 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慧 机器人 数据分析等 资通讯软体的技术其实也驱动了人们 走进虚实的通路 所以 我们 透过手机及平板电脑 最常接触而使用的虚拟工具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所接触的 电子商务的网站 或者是影音的平台 社交的媒体及搜寻引擎 这四个东西都分别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常使用到的工具 所以这些工具主要要达到AIS SAS 也就是AIS 首先是Attention 引起注意 第二是Interest 产生兴趣 第三 搜寻 网络的搜寻让我们找到资料 然后我们透过搜寻的结果采取行动 然后再进行网络的分享 这看似很简单的五个项目 其实都是 或许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使用Facebook 或者LINE 这样的social network 透过搜寻引擎 到特定的网页 或观看特定的影音平台的内容所做的事情 所以 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与大纲 大概就是希望来谈 B2C电子商务的优化 如何设计更好的电子商务平台 或网页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谈网页设计的基本的指引 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针对social network社群的工具 来提出如何优化 第四则是影音平台 比如说像YouTube这样的工具呢 我们如何进行优化 最后呢 我们提了搜寻引擎 比如说像Google Search 这样的工具的如何优化 来整体提升地质商务的驱动 单元电子商务工具与运用 单元B2C电子商务 网站优化 首先要谈电子商务平台 我们要先问 访客为何而来 那到底他们来看什么样的内容 一般来说 支撑网站内容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要提供能够搜寻及导览的功能 第二要有简洁及应用的设计 而这些功能及设计都要有适切的资讯技术来提供服务 所以访客为何而来呢 他为了寻找资讯及解答问题的浏览网页 访客往往希望能够找到资料 而且资料呢是容易理解的 而且资料必须正确而且及时可靠 所以一个企业网站呢 通常会设计一个所谓的到达页 这个到达页呢 有时候也叫做Landing Page 是点选网页或网路的广告 所连过来第一个显示的页面 这个页面我们就叫做到达页 到达页的目的呢 是说服顾客执行动作 完成所谓的转换 这转换呢指的是说 能够配合行销的目的 将必要资料浓缩在某一个单页里 而这个单页呢 最终能够达到行销的目的 比如说购买 或者达到行销资讯的deliver 就传送给我们的访客 所以这个转换呢 其实让访客到了到达页后呢 产生我们需要做的 希望他做的动作 比如说购买 比如说订阅 比如说试用 等等的这些所谓的商务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啦 叫做转换率 这转换率的逻辑非常清楚就是 达到那些我们希望达到的动作 当作分子 分母则是所有的访客到达的数量 那当然在乘上百分之百 这个转换率谈的就是说 当很多的访客都到我们的企业网站呢 有多少他们之中有多少呢 达到做了我们预期或希望他能够去做的行为 那这时我们也可以去计算顾客的取得成本 这顾客取得成本呢 就会以访客数乘上转换率 就是实际重要的行为当作分母 然后我们为了让吸引这些访客来到我们网站 我们所花下的成本 当然就是可能一些的广告的费用了 这个转换就是顾客的取得成本 所以呢想想一下 今天我们如果到了一个企业网站去 有很多可能的途径或原因 首先可能是透过网络行销的网页 或者是特定的其他网页的连结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到达页 代表的类型不外乎有几类 第一个是为了销售商品的 所以它上面有顾客订购的方案 这个到达页就必须秀出这些资讯 要不然就是取得实用者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得 试用购买免费加入会员 免费咨询的这个资讯 所以在这个所谓到达页 主要来提供这样的内容 第三还有一个活动即可 比如说预约来电报名 像很多比赛或者是特定的行销活动 它都会希望在第一个到达页来提供这样的资讯 那再者就是取得潜在的客户 可能是有潜在的客户来到这个网页 我们希望他留下资讯 或者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行路 或商品的资讯提供给他 那这都是很多所谓到达页的代表类型 一个优秀的到达页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这一个投影片的右图有一个运动型的手表呈现在那边 那很显然它是一个具备特殊功能的手表 比如说它有GPS功能 然后在这个到达页上也看到一个图示 有一个似乎在运动的女性戴着这张表 这个表 所以到达页的具备条件基本上就让使用者满意的内容 也就是很清楚的 他对象看到会觉得说 有达到我的目标 而且使用者会容易浮现购买后 使用后的想象的诉求 就如这张图上面 我不但知道这个图 上面这个到达页有这个表的一些资讯 而且好像也大概知道戴起来的感觉是如何 而且简单又具体的显示使用者在做什么事 希望他做什么事 比如说如果他要购买 或者说他想要查相关资讯 都能够在这个到达页上面呢 去得到他的解答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或者好的到达页具备 要需要具备的条件 那这个到达页的制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呢 首先呢要先有一个策略的拟定 这策略拟定大概就要谈 基本上就是你的目标对象是谁 这些人要看到的关键字是什么 转换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你希望有多少人能够点选购买 或者多少人能够download行路 那是否要跟你的竞争对手有差异化 这是策略拟定的第一步骤 也是通常也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部分就要到内容的设计了 在内容设计就要谈如何传达商品 跟服务的特色呢 或者是引导的访客产生转换 或者说也就是说 是不是有方便的网页的资讯 或icon可以让他去点选 然后版面的设计就非常接近是 所谓的品牌行销普遍会谈到 就是到底这品牌说话的太多样子 要怎么样呢 那当然也可以谈到的版面啊 字型啊颜色啊主视觉又是什么 这就是版面设计 最后呢就达到所谓的 毕竟网页设计呢 最终也是一个资通讯的技术 所以也会提到 到底我们的程式码主要设计 然后如果安装你的字型的一些细节 或者是呈现的速度 或者影片或相关的图文资讯如何呈现 这些就要牵扯到如何在程式码设计上了 所以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内容设计呢 我们又稍微再把它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比如说内容设计呢就会一定要提到 有何种服务 有目标对象 然后竞争对手差异 及实际的成效 好评及产品介绍相关的资讯 包括价格 然后这样的东西呢 都是你在策略的时候要提定或设计好 最后呢把它转换成是像文案的撰写方式 首先内容是有标题有文字 有标题有文字 这相关的文案去进行编排 然后呢所谓编排就是说 这个文案呢如何在这个特定的到达页 或是网页呢去自放 比如说要放左上角 右上角相对的地方是怎么样 然后美感如何呢 那网页程式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技术 但是在不管是资讯管理或资讯工程领域呢 这个网页设计呢 已经有相当多不同的设计方法跟工具 不过普遍来说 现在比较热门的方式就是这个 所谓响应式网页技术 也就是使同样的网页 当你用不同的装置 比如说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平板 或者只是桌上型电脑的萤幕打开 它会自动的根据你的设备 也就是这个设计 去调整解析度 或者是减少使用者在操作同样页面的一些不变性 那像这样也有特定的工具 比如像WordPress, Bootstrap, Framework 这相关技术套件可以来提供 那当然也有类似相对应的工具 比如说它可以帮你检测这个网页载入的速度 当然也牵得到下载的资料量 来做一些评判 一个好的网页 易用性是极为重要的 这个易用性必须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概念 而且产品设计要符合使用的习惯跟需求 比如说你设计一个非常很好的网页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反而找不到东西 这样的易用性就相对是低的了 过程中不要产生压力 也不能让人感到挫折 比如说我就是想找个行路 就是找了好几页来来回回 花了两半分钟都找不到 那个挫折感会很强 而且要用最少努力解决客户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设计 不用再花大量的复杂的表单 就能够达到使用者真正想要解决他的问题 比如说搜寻 或者说他很简单的link 可以取得他的资讯 那我们在做网页的时候 也必须了解一个网页使用者普遍的行为模式 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阅读时使用者是用扫视 就是扫描的快速的看的方法 scan pattern 这个pattern呢 这个惯性其实会引导我们来操作或设计这个网页 网页不是用读的 而且是用扫视的 换句话说 对一个语言程度熟悉的人呢 今天打开网页 他看的方式其实非常快速的扫描 就如同我们图上的红色亮点的部分 也就是他真正有focus的地方 大概就在左上方或左边特定的区块 他并不会一一的读过每一个文字的 那依据这样的中心来继续扫视的话 差不多 他看的差不多就会点击下去了 差不多那个概念呢 其实也是在这网页社区去 必须快速的让使用者找到他所谓的差不多的资讯 那第一个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那个时间 打开手机或打开一个网页要读三五分钟才能找到东西 这实在是就太慢了 不要动脑想 换句话说就是这句话 我很快的就可以找到我的东西 那这边用一个中小企业网页优化要注意的事先来给大家做个提醒 那基本上一定要了解目标客群 也要依目标也就是你的客户创造内容 而且要或许你可以放置一些认证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来增加的客户度 因为中小企业普遍来说都不像知名大企业也不需要太特别认证 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某某企业知名的合作伙伴相关资向的资讯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跟认证性 而且通常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对话或者是跳一跳的视窗 让使用者来到网页是觉得说好像有人在跟我一些进行互动 然后可以区隔访客必须让你清楚的知道什么样的人 你锁定什么样的人看哪些页面这样的技术 差异化竞争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同样的中小企业网站设计出来 有的就是放了一大堆 但有的很清楚的说很容易找到东西 而且跟那竞争对手他相对容易的话 其实就取得先机了 那别忘了放一下真实的联络方式 比如说真实的联络人 比如说某某小姐某某人某某电话 这都是在增加联系回访的目的 这也是中小企业网站优化必须要注意的点 这边做一个小节 网页的应用性有五个主要原则 这五个主要原则也是 不管是一般的企业网页或是一个到达页 我们必须要设计在考量的五个基本原则 第一可用性和可接近性 你的东西找得到 而且可以很快的取得 资料一定要明确 然后直观的设计及可学习性 换句话说 你不能设计一个网页或一个到达页 要使用者花很长的时间 才搞懂原来你设计的逻辑 其实使用者没有那个耐性 第四呢 资料可信度 也就是说这个资料呢 不但正确 而且呢 常常update 而且资料是 即使我打电话去 也谈的都是一样 这可信度的相关性 是相高的 这个会让使用者来到这网页的 那个感觉是特别的好 那当然就内容的相关性就提到的 不能时间错置 比如说这边放的价格 跟下一页放的价格 或产品的描述都截然不同 这会造成使用者不但在 来到你的网页取得资讯的困扰 而且他会对你这个企业 或网页提供的商品呢 产生困惑 这边用这五个主要原则 为这一个章节 单元做一个结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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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